接下来带您关心天气 入秋以来第二波东北季风报道 今天清晨的最低温出现在新北市双溪 只有16.9度 气象局也表示周三以前 北部东北部的都会区低温大约只有18度 沿海近山区16度左右 也要提醒北台湾的民众外出要记得做好保暖 另外针对闪电台风离开不久 今年第21号台风爱逃 今天凌晨升成 紧接着下午第22号台风泛高也成行 两个台风对台湾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不过渴望为中南部带来外围的水汽有降雨的机会 大衣帽子预寒衣物包景景 入秋以来第二波东北季风报道 北部地区的民众一早出门 明显感觉天气变冷了 新北市双溪清晨更测得最低温16.9度 今天开始到周三清晨那段时间的话 天气还是稍微比较偏凉一些 而周三开始到周六这段时间 虽然冷空气的强度稍稍的减弱 不过温度的回升幅度并不大 大概1到2度左右而已 气象局预估在周三前 温度都会比较低 北部东北部都会区低温18度左右 沿海近山区低温只有16度 接下来迎封面 桃园以北东半部周三到周日 也会有零星降雨 尤其东北部可能有大雨发生 而中南部这两天也要留意降雨 因为有台风的外围雪气干扰 第21号台风爱陶往西移动 朝越南前进 后面第22号台风范高 也接力成行 雨估路径也会往西 对台湾都不会有直接影响 对台湾地区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不过有一些外围的水气 在今明两天 能会影响到台湾地区的 中南部的一个天气 反生意的状况在菲律宾的东方 是一个暖水位嘛 当然以这个环境来讲的话 是容易形成一些热带老痛 海湾高配合大气环境 11月台风接力深沉 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延续到12月 气象局持续关注 记者金山地和荣台报道